谢谢主播各位观众 最新状况带您来看到了 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廖先祥 之前是被爆出这个 在细致的山坡上有一个违建的豪宅 不过呢最近又被爆出了 事实上记者后方的这整片停车场呢 也都是廖先祥他们家族的东西 不过呢这片土地呢 也是被爆出全部都是违法盈利 因此呢今天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洪生亥 带着两位新北市的议员 一同来到了现场会刊 因此也召集了许多相关部门 一起来这边厘清案情 现场的最新让我们一起来听 绿地其实包括新北市 交通局是说了没有申请 尤其一半以上是没有申请 他不是只是侵占一个局处相关的土地 他几乎是多个局处 只要被他扫到 几乎是片甲不留 只要被他划进去是片甲不留 每个部会的土地他都要他都要赚 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其实这一块停车场呢主要是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私有土地的部分 不过呢经过呢各局处的确认 这个土地呢是没有经过合格的申请的 因此呢是属于非法盈利 而在另外二分之一的部分呢 是直接是侵占了国有地 因此呢相关的部门呢也会来追究责任 开罚并且惩署 以上就是现场最先让把新镜头交换碰内主播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尽好新闻 一手掌握新闻